我们落入环城就是从那个极媚 最后一个媚那个极媚变成生媚 然后第二个从后面算过来 第二个空就是从真空变完空 然后第三个觉从真觉变成忘觉 然后跟我们本来不生婆媚的真心佛性 一落入六根以后六根各有作用 变成追求完成生媚 然后再来就是静动 静动就是完成了所有一切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从一念五名生三系 那个是属于极媚变生媚 六结的最后一个媚 可能各位也都没有听过这一些名词 所以就比较生疏 这个是我们的根源 我们极媚就是回到佛的本位 那个极媚 现在极媚已经变生媚 所以极媚我们要追求 追求到所有生命都没有了 极媚就现前 所以那个是最后才会现前 所以我们修的时候 是从那个动 我们先把那个动结解开 动结解开以后 进入静觉 然后静觉解开 进入这个六根 根结解开以后 进入我们那个忘觉 忘觉解开以后 进入那个空 那空结又解开以后 才进入媚 到媚 极媚现前 就回归本位 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 就是打开这六个结 六个结本来都是很理想 只是我们都一念五明忘动以后 才一个一个打下来 所以我们解六结 把六个结都解开 然后破五因 五因就是射受想形式 射受想形式 射是我们的身体 受想形式 就是我们精神 那我们了解 在反尘 我们就是这个五因 因为有五因 我们就一直 六道人为不喜 所以我们在讲 内五无间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 就是破除五因 就是不要再反尘 不要再运 不要再运 五因不运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解脱了 就可以回归到极媚本体 不运达的一遇判 我们就是这个一遇判 并且好好地 运通知 是不运达的 vac